朋友来看这是单纯的意外吗 苗栗县有一个31岁的白牌车驾驶 前天深夜载走了三个乘客 从苗栗准备要到后楼 但是中途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 驾驶突然就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之后还是回天乏术 虽然第一时间是被通报猝死 但是检方相验才发现 这个驾驶身上竟然有外伤 确认案情不单纯 现在要解剖验尸 厘清死因 救护车赶到报案地点 一名31岁白牌车驾驶 倒卧在马路正中央一台车子旁 救护人员不断的帮他CPR急救 不过驾驶依然没有恢复呼吸心跳 送医后还是回天乏术 有什么是什么土族白沫是吗 口土白沫 有人啊 有啊 有这位是 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了 第一时间驾驶被通报为猝死 不过后来检察官相验发现 那发现死者身上有伤势 厘清他身上伤势究竟何处是致命伤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安排了解剖 检察官认为案情不单纯 调查发现当时白牌车驾驶车上载着三名乘客 从苗栗要到后龙 途中疑似有车子纠纷 命案是噪音于民众的纠纷 那因为死者具有白牌计程车司机的身份 那所以这个纠纷是不是跟这个搭乘 白牌计程车有关 那我们就是在厘清相关涉案人的说法 白牌车驾驶的太太说 先生是被人拉出车外 三名乘客中有一人身份特殊 是后龙一位民意代表的丈夫 现在检方要厘清白牌车驾驶的死因 是否与车资纠纷有关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华市新闻王山吴兆清小玉夜 苗栗报导